而弘历却和老实很像 不爱读书 喜欢行舞 莽撞冲动 但冷不丁地又透着几份精明 年龄在兄弟中尚算小的 更关键的是 他和老实一样 运气似乎也挺好的 弘历和康熙可是抽出了同一个签的 而今儿见了弘历后 康熙的不安更加严重了 弘历这小子除了说老实昨儿哭得有理外 对其他所有问题 在回答前言必称大哥说 康熙本来疑心病就很重 这下更是坐实了弘历再给洪轩上演要 康熙心想 在自己面前都这么干了 还不知道在老实面前怎么因洪轩呢 要知道 弘历以前可从没这么干过 这说明什么 说明随着年岁的增长 心也大了呀 因此 康熙便决定悄悄出手了 不过 见了洪轩后 康熙便改了主意 既然洪轩已经起疑了 若洪力戒时有什么事 洪轩肯定会对自己起戒地的 而且 康熙也有些看不惯洪轩的胸有地功 凡事太过了都不好 因此便临时改了主意 将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 打算逼一逼洪轩 听了康熙 听了康熙近乎直白的担忧 洪轩私存片刻 方道 黄麻法 我和二伯不一样 您大可放心 康熙摇摇头道 洪轩 老实说 有些地方 你还不属你二伯 为君者 切记犹豫不决 罪记心软 而这两样 你却都战权了 洪轩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当不了国君 也是活该 黄麻法 何必为我这么早早的 就开始丑话呢 康熙有些生气了 洪轩 洪轩这才正色的 给康熙施了一礼道 黄麻法 对孙儿的体恤关爱 孙儿此生 皆无以为报 只能祈求黄麻法 长命百岁 身体康健 康熙点头道 你知道朕的苦心就好 康熙还没有心未完 洪轩又来了一个淡势 但是黄麻法 不论是四帝还是二帝和三帝 以及即将出世的五帝 孙儿都信 他们会是好弟弟的 见康熙面色又不愈了 洪轩缓缓的 不过黄麻法说的也没错 康熙这次并没有将喜悦之情挂在脸上 静静地等着洪轩说完 洪轩道 人长大了 人长大了 想法肯定会变 同样都是黄阿玛的儿子 谁也不比谁差 就因为出生的碗 而无望于大胃 换了谁 心中也都会有些不甘的 康熙的神情终于有些松动了 你知道就好 洪轩望着康熙道 当我这个当大哥的 不能因为弟弟们心有不甘 就对他们心生芥蒂 相反 我更应该以声作则 让他们知道 虽然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 但亲情却是永恒的 我更应该给他们做出示范 告诉他们 权力虽然很诱人 但亲情却更宝贵 我更应该向他们证明 我比他们更适合当这个太子 康熙听了洪轩这番话 并没有被感动 眼神中反而露出了浓浓的失望 洪轩这等思想 只适合去传道 康熙真的想不明白 洪轩为什么会这么天真 他自己可是遭过暗算的呀 康熙头次开始怀疑 洪轩是否真的合适当大清的帝王 而洪轩则对视着康熙 那双失望的双眼 道 但是一旦我发现 当我亲尽全力 也留不住亲情时 黄罵法 请您相信 我一定不会手软的 康熙犀利地看着洪轩的 就怕 为时已晚 洪轩严肃的 黄罵法 一旦发现弟弟们 有不轨的苗头 我就不会给他们 再与我做兄弟的机会 康熙明了了 洪轩的意思是 他会努力做个感人的好哥哥 弟弟们心生不满没关系 他可以慢慢感化 但是 若弟弟们一旦 想要将心中的不满 转化为行动 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他的亲近权利 维护亲情 只适用于预防阶段 洪轩等康熙消化完自己的话后 又道 黄罵法 我不知道四弟为何让你心生警惕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四弟真的是没起什么歪心思 请您信我一回 康熙想了想 将洪力对十四和阿如纳的评论 以及洪力在回答问题时 言必称大哥说 告诉了洪轩 叫洪轩好好认清洪力的真实面目 那只洪轩却笑道 黄罵法 大四弟出生到现在 他只是淘气得紧 但并不傻 在台湾的时候 他 康熙打顿的 对 他去了趟台湾 给你黄阿玛上的折子 虽然很貌视 但也是说得 头头是道的 细想起来 并不是没道理 洪轩乐道 黄罵法 这只能说明四弟 是个可造之才 并不能说 他有了什么 不该有的想法 康熙不服气的 那他来见朕 将你抬出来干嘛 洪轩更乐了 那是他聪明 没用对地方 弄巧成拙了 虽然洪轩最后 辞别康熙的时候 神情很轻松 但一回宫 便叫人通知 洪力和洪峰 到玉庆宫的书房集合 自己则面色严肃地 坐在书房 等两弟弟前来报到 洪力一进书房 瞅了瞅洪轩的脸色 摸了摸脑袋 不解的 大哥 我惹黄麻法生气了 不对啊 黄麻法明明没生气啊 洪轩则问的 大哥 我问过四弟了 他这回应对的 还算得体 你这是生的哪蒙子气啊 洪轩看着洪力的 干嘛每次都说大哥说 洪力道 我麻法问的问题 全是你给我分析过的 我不能抢了你的功劳不是啊 康熙偶尔会问问洪力 对某些事件的看法 以此来推测老师的心动向 因为老师有时候会和洪轩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将一些他们认为不是很重要的事拿出来讨论 洪力的观点 洪力的观点里自然而然会夹杂着一些他认为正确的讨论内容 所以洪峰听洪力转述了康熙的那些问题后并没有起什么疑心 虽然问题多了些 洪轩已经要晕死了 怎么能这么巧呢 这也太巧了吧 那只洪力却道 遇到你没有仔细说过的事 我都摇头说我不知道或不清楚 免得让黄麻法从我花里逮到把柄 还有 但凡你说黄麻法大概不会这么认同的事情 我也都摇头说不知道 洪轩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只好对洪力道 从今儿起 你但凡要出宫 必须和三弟一起 然后又对洪峰交代道 你给我将他看紧了 若再遇到黄麻法突然宣他 也能提点他一二 洪力奇怪道 黄麻法认为我不抢功劳也不对啊 洪轩翻了个白眼 气愤道 这是个屁功劳啊 洪力回了洪轩一个白眼 屁功劳也是功劳 洪轩恨恨地盯着洪力 但不一会儿 便改成深深的叹气了 因为洪力貌似真的没有做错什么 于是 洪轩只能叫洪力低调低调再低调 于是在安安回门的时候 洪力便冲安安告状了 大哥明明知道 我在和国子健汉林院的人打擂台 竟然还叫我低调 哎 姐姐 你说 我能低调到哪儿去 秦木格正在仔细看着心为人妇的安安 老实说 没有看出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了 秦木格只好认为自己观察力太差 听洪力如此问 便称怪道 谁叫你摸不清你皇妈法喜好的 洪轩给老实和秦木格的说辞 是康熙认为 洪力言必称大哥 是明显地在搪塞他 所以才有些不高兴 秦木格便没有声响 只是小声说了句 康熙的头难踢 便没有管这档子事了 而老实显然不认为这么简单 因为据反馈回的情报显示 康熙可是和洪轩单独谈了好一会儿的话的 但老实也没有去追问洪轩 洪轩不想说自然有他的原因 因此这两天 大家便谁也没有提这事 今儿安安回门 应要去畅春园给康熙请安 洪力便想起 自己前两天见康熙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后果 便提醒安安 磕完头后就赶紧走 千万别多说话 然后便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悲惨遭遇 给说出来了 当然 洪力还是很懂分寸的 没敢怪康熙 而是说洪轩的主意太差劲了 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而秦木阁则将责任推到了洪力头上 于是洪力只好别嘴的 姐姐 你瞧 黄鹅娘忒偏心了 洪轩笑道 你才知道呀 也真够笨的 洪力嚷嚷道 大哥 你脸皮也太厚了吧 黄鹅娘都没有承认偏心你呢 老师笑道 你大哥附和你也不对呀 看来 你的头也不好剔 洪峰一听 便笑道 四弟 得 你是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了 干脆跟着姐姐去公主府吧 洪力笑嘻嘻的 我偏不 我要等着交坏弟弟妹妹们 让黄阿玛和黄鹅娘头疼去 老师天天念叨四胞胎 洪轩和洪峰都当老师喝醉了酒 懒得搭理他 但洪力却跟着老师起哄 据说都在开始缩减开支了 因为到时得买四份礼物啊 齐姥格此时一听洪力的弟弟妹妹们 头就大了 洪力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叫你去小厨房帮工去 方如此时正带着洪轩的几个妾室 在小厨房亲自下厨 昨天方如提出这个要求时 齐姥格是不同意的 因为方如说的是弄一桌子菜 齐姥格认为 没必要 要表个心意 弄一个拿手菜就是了 但洪轩却硬了 不过却叫身边的几个小妾都去帮忙 因此洪轩的后院女眷 此时全在楚秀宫的小厨房里当厨娘 听到齐姥格如此的威胁 洪力来了句 君子远跑除 秀姥格便哼道 说你读书不用功吧 回回扯怀里反倒都能出口成章 真真是难为你了 韩安笑道 四弟这回知道该怎么考试的高分了 洪轩配合道 怎么做 韩安乐道 将试卷都当歪里扯呗 一时间 楚秀宫里笑声朗朗 接下来的两个月 老师一家也是过得其乐融融 齐姥格没什么妊娠反应 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很好 安安和东卓也算得上是情投意合 安安还会公住了一个月的对月 所以老师心情也很好 洪轩的信也抵达了京城 说是已经到了天竺 当然 朝堂依旧不平静 但老师和洪轩都没有因此而影响好心情 朝堂本来就不可能风平浪静嘛 老师和洪轩都挺看得开的 而洪峰洪丽和衙朗 还在艰苦的和宝学之士们做着斗争 依旧没什么进展 不过三人也懂得劳逸结合 时不时的会出城 去偷偷教亚朗游泳 就在老师一家感觉良好的时候 洪力出事了 一向生龙活虎的洪力突然病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起初第一天只是有点发热乏力 对一向最喜爱的肉 也是提不起一丁点的兴趣 大家都没有怎么在意 包括齐木格也以为洪力大概是中暑了 叫人熬了些绿豆汤 命令洪峰逼洪力灌下去 还叫洪力好生在阿哥索里待着 休病假一天 而且也别来处秀宫 自己如今可是孕妇呢 但很快第二天 洪力的腮帮子就肿大了起来 虽然不明显 但胆小的太医还是严正以对 给洪力把完卖后 便叫洪峰一定要拦住洪力 不能让他出了居所 然后便急忙忙地跑到楚秀宫 对正在吃早餐的老师和齐木格汇报说 洪力大概可能或许得的是大嘴巴 齐木格对大嘴巴完全不懂 但见太医满额的汉朱和老师 严肃地神起便知道 这个病很严重 果然 老师当即叫太医赶紧回阿哥索 照看洪力 并传指命太医院的 一干医术高明者 火速到阿哥索给洪力会诊 等太医和传指太监走后 齐木格便再也按捺不住的 爷 大嘴巴病是什么 老师断了断 告诉齐木格就是脸肿了 脸肿 齐木格想了想 如果是肾病的话 好像是腿肿 那么脸肿会是哪儿的毛病 淋巴 但淋巴好像是在脖子上啊 哦 对了 花粉过敏也有可能 想当初 齐木格还在读大学时 脸就肿过一回 还有小疙瘩 但没有两天就好了 小疑捏了捏她的腿 排除了肾病后 便告诉她 十支八九是花粉过敏 好像也没开什么药 过两天就好了 而且在穿越前 也就过敏了那么一次 但有没有发烧呢 齐木格想不起来了 不过过敏症严重的 好像也会导致死亡的 那么太医这么紧张 也就说得过去了 于是齐木格便小心翼翼的 会不会是花粉落到脸上了 爷 叫人将红利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全搬出去吧 没准病情就会缓和了 老师看着齐木格迟疑了一下 缓缓的 齐木格 十八地就是得的这个病 齐木格一下子就震住了 小十八可是死了的 不过老师马上就飞快的 当时十八地和黄阿玛在热和 索需药材没被齐全 如今太医院什么药材都有 齐木格 你不用担心 这些天叫红利搬到楚秀宫吧 这样好方便你照顾 咱们下来